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今年的智慧型手机市场是越来越内卷化,虽然旗舰机的价格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但架不住中阶机是越来越香了。 这对于消费者来说,肯定是天大的好事,毕竟相对于价格高昂的旗舰产品,售价更亲民的中阶产品,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联发科逆袭高通这件事,成为这两年晶片业绩的佳话。 观众们都知道,高通近两代的孝龙888和孝龙8Zen一晶片,由于采用了三星工艺代工,功耗翻车导致体验拉垮,给了联发科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拿去年上半年的天机9000和孝龙8Zen一晶片来说,单纯从效能上来说,两款晶片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问题就在于三星4nm工艺的孝龙8Zen一晶片不持久,在玩游戏时功耗和发热都高了不少, 但采用台积电4nm工艺的天机9000发热表现就好上不少。 而中阶产品上,采用了台积电5nm工艺的天机8100推出后,更是爆杀发表许久的孝龙870, 不管是效能还是功耗都是碾压的存在。 那段时间里,高通晶片几乎被联发科压着打,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联发科高管接受采访时还起脸书出称,现在只有一家公司在发热方面有问题。 而且不是我们,甚至有手机厂商在发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 孝龙8Zen一是破晶片,这一时期可谓是联发科的高光时刻。 尽管如此,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注意到,相比于去年高通联发科的两强争霸, 今年联发科的声音好像小了不少。 不管是高阶机还是中阶机,都几乎是轻一色的高通晶片, 去年声势浩大的联发科仿佛和伪了一样, 几乎在中高阶级上见不到它的存在,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高通统治安卓行业的年代。 这样的情况,也直接影响到了联发科的市场表现和收益。 根据多家相关调研机构的研究来看, 联发科在2022年的第四季度大概率会进入业务批乱期, 今年的第一季度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下滑, 联发科自己也下调了营收预期。 那么,这两年,联发科明明有翻身的迹象, 为什么一下子又跌落谷底呢?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联发科不行了。 毕竟如果放眼整个行业来说, 联发科可是妥妥的台湾IC设计、晶片巨头, 整个手机晶片出货量中, 联发科就占了近四成,是当之无愧第一名。 只是在手机SOC上,相比于去年不少机型, 都搭载的天机9000和天机8100相比, 今年搭载全新天机9200和8200晶片的产品相当难密。 即便在去年搭载联发科晶片的产品, 基本上也就只有Vivo X90系列、Vivo S16 Pro、 爱库Neo 7 SE以及Redmic K60E这几款手机搭载了联发科的新晶片。 而反观隔壁高通,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都推出了搭载高通晶片的旗舰和次旗舰晶片, 甚至还有厂商把首发骁龙8 Gen2晶片当作卖点。 联发科看了估计甚是难受。 还有不少网友还直接挖鼓表示, 感谢发科,让他们用上了更好的高通晶片, 这可谓是给联发科市场行销人员的心理暴击。 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高通终于回过神了, 联发科的日子渐渐开始不好过了。 经过骁龙8 Plus Gen1,骁龙8 Gen2等晶片的一套组合权之后, 联发科甚是无语, 又开始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中低阶晶片市场。 可以看到去年中高阶还是联发科的天下, 基本上靠着天机8100这颗处理器。 而今年上半年高通, 直接来了一手骁龙8 Plus Gen一降频版。 这颗处理器在调低了CPU主频部分之后, 成本也进一步降低, 对比起联发科的天机8200而言,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而在中低阶产品部分, 高通目前也准备了新的骁龙7系列处理器。 目前搭载骁龙7 Plus Gen1的机器也很快要面试, 现在相关的跑分也已经出来了, 安兔兔跑分102万以上, 大幅超过了天机8200。 目前这款晶片和骁龙8 Plus Gen1, 最大的差别还是在GPU方面, 据说这款晶片也是基于骁龙8 Plus Gen1多次降频, 看了规格之后得来的。 对于联发科而言, 高通的一套组合确实恐怖。 可以看到在骁龙8 Gen2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之后, 绝大多数手机厂商还是选择回归高通的怀抱, 像是目前已经发表的爱库11系列, Vivo X90 Pro Plus小米13系列等等。 然而联发科这边, 搭载天机9200晶片的机器也就只有Vivo X90和X90 Pro。 现在看来, 属于联发科的高光确实是短了一点。 等高通回过神来, 去年年底大量旗舰搭载同样台积电4nm工艺代工的骁龙8 Plus Gen1晶片后, 联发科就完全没什么优势了。 如今的骁龙8 Gen2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绝对的效能上, 高通和联发科没有太多的差距, 但在跑32美元应用和GPU部分上, 骁龙8 Gen2还小超联发科天机9200。 归根结底, 最重要的是, 很多厂商其实也都没有正视过联发科, 都纷纷把联发科当作备胎, 高通不行的时候就把联发科拿出来用用, 作为过渡。 而不少的厂商对于高通也是深度合作, 对于调校骁龙晶片更是得心应手, 再加上网路、ISP、Wi-Fi等方面优势, 会让不少的厂商都更加重视和高通的合作。 从技术层面上来分析, 对比起高通而言, 联发科想要实现彻底的逆袭, 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味地依靠RM公版目前现有的东西, 确实无法拉开差异化的体验。 高通在自研了GPU之后, 还收购了苹果SoC晶片的前工程师所组成的Nubia公司, 自研的架构出现之后, 联发科的打法也确实该做出一些改变了。 从产品上也能看出, 各大厂商对于高通和联发科的态度, 就拿OPPO Find X5 Pro来说, 高通版和天机版的差别就不小。 高通版的马里亚纳X影像NPU晶片, 哈苏影像系统, 悬浮防抖功能, 天机版可是一个都没有。 关键是价格两台手机首发时也没差多少。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小米12 Pro天机版上, 适配MIUI14时就和高通版来了个区别对待。 同样价格也一样每几个月就面临跳水。 可以说除了Vivo以外, 各个厂商都只是拿联发科做个过渡。 很多旗舰产品上天机晶片, 感觉都只是联发科一个面子, 方便以后继续进行合作而已, 发科实在太惨了, 竟被当成妈不用。 当然, 这和联发科的, 过去几年主打低阶市场的形象有一定关系。 早些年的山寨机都是轻一色采用了联发科方案, 这给了联发科在手机晶片市场崛起提供的机会, 同样也让不少的消费者给联发科留下了山寨低阶的印象。 这样的印象, 对于正在冲击高阶市场的部分手机厂商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 虽然天机9000这一代在体验上确实小赢了高通一把, 但真要让联发科来撑起高端品牌的门面, 恐怕很多手机厂商还是不敢的。 因此, 联发科在优化自己产品的同时, 改善自身、 ISP等方面的不足, 尽快加强自身产品硬实力, 这样或许才能在高阶市场和高通一较高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